这节讲装饰器模式 套路还是老套路 介绍装饰器模式 首先第一个 它是为对象添加新功能 第二个是不改变其原有的结构和功能 也就是说 一个对象来了 或者一个类放这 它已经有了ABC三个功能了 这样的话 ABC三个功能我们还是照常使用 不影响我们这张使用 但是我们还需要添加一个 EF两个功能 这样的话 新装完之后我们就会有 ABC原有的功能和EF两个装饰上的功能 这一点和刚才讲的那个 适配器模式不一样 适配器模式是之前的机口 根本就不能用了 或者说因为格式问题 或者说因为老旧的问题 也不能用了 所以说我们需要重新装饰一个 给那个用户去用 但是适配器模式是原有的 我们还要继续用 但是我们需要新增一些装饰性的东西 来完善这个功能 但是原有的我们还是重要用的 就像我们这个手机壳 手机壳就是装饰器模式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从文字上来讲 也是比较讲得过去的 就是装饰的用 对吧 就是手机的功能 不光是打电话 还是上网 还是玩游戏 还是发微信 这些我们都是需要的 但是我们还需要增加一个装饰器 就是增加一个手机壳 它可以保护我们的手机 跌漏的时候不容易受伤 另外它有一个指环型的东西 我们可以画在手上 不容易滑落等等这些 有些手机壳背光背面 还有一些图案 闪烁一些比较漂亮的功能 这些也是大家需要用的 但是手机本身的功能 肯定不会受影响 你像这个摄像头 这个闪光灯 还有这些镜音 这些调大小 这些衍生器 还有这个耳机 或者说电源的插口 原有的功能 我们都不能给它盖住 还是保证它继续使用 介绍完之后 大家应该会有一个初步印象 就是说装饰器模式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它到底怎么去在代码中实现 我们继续用来看 我们再讲演示上 演示有类图 UML类图和代码演示 我们看一下这传统的类图 传统的类图就是我们用章瓦来实现的类图 它看着非常复杂 但是我们可以分开来看 第一块是右上角的代码 这是我们惯用的一些入口 然后大家看我鼠标中间这一块 它就是一个装饰 它就是装饰器 只不过这个地方它是加了一个接口 或者加了一个复类 然后再加了一个实现 或者加了一个继承 但是在前端来看 在中间这一块 我们可以看成一块 然后最左边这一块 Shape,Circle,还有Triangle 这些也都是一个完整的部分 只不过它是加了一个接口 然后加了两个子类的一个实现而已 所以说我们从前端场景来看 从GS场景来看 我们的类图就没必要画得这么的复杂 我们就可以画成这样 然后最左边是一个client 就是刚才看了那个demo的入口 对吧 然后中间是一个装饰器 右侧就是我们需要装饰的一些东西 好,大家看 我们看最右侧是一个circle 就是一个圆形 然后我们需要画图 有个draw 然后我们给它装饰一下 装饰一下 首先我们要拿到这个circle 然后它那个画图我们先留着 然后怎么装饰呢 我们给它一个setredorder 就是我们给它加一个红色边框 这是装饰一下 但原有的功能呢 它还是该怎么用 还是怎么用呢 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暴露出来 最后呢 我们是要在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既能使用这个draw 就是只能使用它原有的功能 又能使用它装饰后的功能 好,接下来我们就画画图 我们还是在之前的那个process on 这个网站画板上 我们再继续画 好,开始画图 我们还是要拖一个class过来 我们先定一个circle的一个类 然后它的属性呢 我们暂时就先不要了 所以把属性删掉 然后呢 我们方法里面呢 我们定一个draw 画图的一个方法 参数不要 返回值呢 我们也不要 删掉 好,这就是我们需要装饰的这个 本来就有的这个类 然后呢,我们再加一个装饰器 就decreate 装饰器呢 我们就需要加一个属性了 属性就是这个circle 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circle给拿到 它的类型呢 就是这个circle的类型 我写错了 然后方法呢 我们要预留一个draw 就是这个circle的这个方法 我们要先预留着 就不要改动 因为装饰器模式的用意是 以前的方法 我们还是要继续用的 然后我们加一个装饰的方法 叫set-read-border 然后需要把这个circle给传进去 我们再做一个关联 最后呢 是 copy一下 最后我们写一个client client里面呢 我们需要获取什么呢 我们既可以获取这个circle 又可以获取这个director 啊 decreator 简写吧 它这好像又给弄错了啊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变的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 不要画错 然后写一个密函数 这个密函数 其实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有没有无所谓 它只是一个入口而已 我们这表示的就是说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这两个地方又 又给弄错了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它是既可以获取这个circle 又可以获取这个装饰器的 对吧 好 我们加上之后 我们就可以写代码了啊 大家看一看这个图啊 这个装饰器把这个 真正需要装饰的和使用者 进行一个隔离 好 我们代码演示一下 回到之前的环境中 我们把之前这个 之前是适配器的代码 对吧 我们把它删掉 删掉之后 我们在给你PPT的内容 继续写 class circle 这里面我们定一个 主要的一个方法 就是画错的方法 画一个圆形 我们这个地方 把这个错笔字给改过来 画一个圆形 然后class decreator 装饰器 装饰器里面呢 我们需要定一个 这个构造函数 构造函数里面 我们需要把这个 circle给传进来 再做一个复制 然后我们装饰器里面 定一个重要的方法 this.circle.draw 画完之后呢 我们再定一个 set.red border 然后这个时候 需要把这个 circle给传进去 因为它要装饰嘛 好 这个方法 我们也当然也需要定义一下 把这个传过来 然后我们就做个测试吧 做个打印 就是设置 红色边框 好 最后 测试代码 测试代码 我怎么写呢 我们先 定一个circle 复制成newcircle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circle本身的 这个画图 好不好用 然后再定一个decreator 或者成newdecreator 然后我们把这个sore 给它传进去 就是给它装饰一下 生成一个装饰器的 一个对象 然后我们看一下 装饰之后的画图 它是什么效果 好 这就是那个代码 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回到控制台 我们继续运行 npm run dev 那个命令 稍微等一下 好 出来之后呢 好 大家看 画一个圆形 画一个圆形 这个呢 其实就是这儿打印的 就是原本的这个 原本的这个circle打印的 然后下面这个 画一个圆形 设置红色边框 这个呢 是这个装饰之后 有打印的 如果看得不清楚呢 我们这儿可以 加一个分割线 好 加完之后 我们先把这个清空了 然后我们回路头来保存 好 大家看 这是之前的 然后分割线 这是之后的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大马演示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场景